大家好 欢迎收看 我们家的最前故事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眼熟啊 是野志明家 小妹野志明家是女神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说过 我说过 好吧 你记性很好 野志明家的文汉图也是米娅翻译的 小朋友可能会觉得 哎呦 有一点熟悉的即逝感 对不对 那是因为呢 我们讲了好多好多野志明家的食欲绘本 好 那我要来开始说故事咯 今天为大家说的呢 是由三名出版社出版的 好吃的服装店 甜蜜欢乐舞会 文图都是野志明家 翻译的人是米娅 我们来开始说故事吧 好 雨衣屋 这个雨衣屋 小朋友如果你们有看过好吃的服装店 第一集的话就知道是这一个嘛 像一个仙女 一样的老板娘 你看她有一个彩带还在天空飘飘飘是立体的 所以感觉很鲜 有没有 她的店呢 也很浪漫哦 叫做雨衣屋 雨毛的雨 雨衣屋呢 是一家好吃的服装店哦 想要变得好吃的食物都会来这里买衣服 嗯 你想要打扮成果冻 这样哈密瓜果冻 这样吗 嗯 你喜欢绿色衣服哦 我还以为你 我想要粉 你不想要粉色啦 我要粉 哦 你要粉色 那我们待会来看看里面有没有穿粉红色衣服的果冻 好 想要变得好吃的食物都会来这里买衣服哦 今晚甜蜜欢乐舞会叫隆重登场了哦 哦 所以今天又有活动了 他们这个镇上很喜欢办活动对不对 这个呢镇上他们要办隆重的舞会了耶 呃 一大早店里呢 就来了好多想要打扮的香甜可口的点心们哦 哇 从早上开始就非常的热闹 大家都来了 这个是甜甜圈啊 这四方形的是什么呀 我们来看看 好了 小妹冷静一点 哦 四方形的是海绵蛋糕啦 还没有装饰的最赤裸裸的海绵蛋糕 好 妈妈你不要把这个拿出来 把哪拿出来 巧克力米 你喜欢吃巧克力米吗 可是那我买那种巧克力蛋糕 然后上面有黏巧克力米的你吃吗 你不吃 那你喜欢只吃巧克力米 不行啦 我喜欢巧克力 巧克力牌 这是巧克力牌 就是你看像我们姐姐这个生日蛋糕上面啊 不是插了一个牌子吗 这个是塑胶的 但是有一些他们是会用可以吃的巧克力来做 我没有爆力 我把它推远一点 好这个是你在看这边的小细节对不对 你看这边还有很多各种不同颜色 白巧克力 黄巧克力 巧克力颜色的巧克力 还有下面还有粉红色的 这些呢 是巧克力酱 它可以挤出来在蛋糕上面写字啊 或是做花样啊 这边还放了很多新鲜的水果 这是什么水果糖浆 还有糖浆可以淋在比如说刹冰上面 这边有日式的一些材料 黄豆粉 红豆泥 乌豆沙 还有很多小花花 糖果类的 这些都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可食用性的花朵 那可能是用糖做的吧 还有绵绵甜甜的糖粉 脆脆甜甜的出糖粒 顺口清甜的白砂糖 有各种不同 还有焦糖 好棒哦 那这个舞会是什么呢 甜蜜欢乐舞会 地点在点心城堡 它说什么 请怎么样 请着香甜礼服出席舞会 大家都要把自己打扮得香香甜甜的 来参加这个舞会 你是麻麻朝你不行 请你到旁边去 好 您好 这边请让我来协助您试穿 好我来了 不是啦 请到旁边去 这个嘞 雨衣仙子啊 她是老板娘啊 她协助店里的客人 来的这一位呢 就是海绵蛋糕 我们吃到很多很多 好吃的啊 上面有很华丽的装饰的啊 它就是海绵蛋糕 你要先有一个海绵蛋糕 才可以在上面做装饰 对不对 好了 好了 我讲故事 好 你好 晚安 大家晚安 好 害我又露出了原型了 好 她呢 带着这一位 海绵蛋糕来到试衣间哦 你看一间一间的试衣间 就算是想点心想甜点 她们还是要注重一下隐私 不能够在大家的面前换衣服 会修修修修 好于是呢 她们进到了试衣间了 在做些什么呢 你看不要模仿妈妈 好 你看她请这个海绵蛋糕姐姐 把手手伸起来 要帮她试穿新衣服咯 羽衣仙女说 请把手再举高一点 因为你看哦 把嘎吱窝下面 也把它涂满了奶油 对不对 才会均匀啊 羽衣仙女 让海绵蛋糕穿上了一层层的 鲜奶油 我最喜欢鲜奶油了 这就是我胖的原因 你今天吃得到 我今天吃得到啊 对啊 我好开心哦 好 结果嘞 只是抹上鲜奶油 羽衣仙女觉得好像还不够耶 看来啊 还得要再加点东西呢 才说完 羽衣仙女就帮海绵蛋糕 再噗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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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挤上了几朵 奶油花 你看就是要有这种奶油花来装饰啊 我们也有一点点 但是我们不是传统的奶油花 我们有点小波浪的感觉 在我们的草莓蛋糕上面 好 接着呢 你看又拿起了草莓了 扑通扑通的添加了 你看一个一个草莓的装饰 在这个奶油蛋糕上面 那哎 海绵蛋糕姐姐就指了一下 这边的空位说 啊 这边也给我来一个吧 对 因为她喜欢那个比较丰盛澎湃一点 羽衣仙女就说 没问题 这里要一个是吗 您看 完成咯 哇 完成了以后会长什么样呢 这个原本 只是黄黄粗粗的海绵蛋糕变成 变成好漂亮的草莓奶油蛋糕哦 草莓鲜奶油蛋糕盛装出场 哇 海绵蛋糕 猫猫 猫猫猫猫请你不要这样 好 海绵 困困要请不要这样 海绵蛋糕变成了草莓鲜奶油蛋糕咯 为什么呀他们日本人都很喜欢吃草莓鲜奶油蛋糕 据说日本人觉得草莓鲜奶油蛋糕就是才是真正用来庆祝的 就是不管是生日啊 孽旦节 好辣 美国材料是巧克力米克 什么辣 真的说什么辣 所以说他们每一次啊 在庆祝特别的节日的时候都喜欢吃这一个 但这个原本从西方来的这种西式的甜点 这现在已经变成东洋的标准甜点了 就是一个奶油上面加了很多的奶油 鲜奶油草莓蛋糕 哇你看这个原本的海绵蛋糕姐姐好开心哦 她说哎呀我真好看 对了我还要吃一个 她拿这个是什么 刚刚我没有讲到啊 巧克力排排 对巧克力排排 小妹你在吃什么 哈密瓜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已经偷吃蛋糕 吓死我了 这个蛋糕是我们直播之后要吃的 我们千万要忍住 好草莓油鲜 草莓鲜奶油蛋糕拿起了一块这个巧克力排排 直接带在自己的头上好漂亮哦 谢谢您的会顾 哇他已经着装完成了 他觉得他自己打扮的这样的很美丽 如果是你你也会就是就这样OK了吗 还是你还要加东西 小妹应该很喜欢加东西 不会吗 哈你在吃口香糖啊 我的老天爷啊 我要加这个啦 你要加巧克力米是不是 五彩巧克力米 我想要挑其他的巧克力排排 我想要这个 花边的这个 我要这个然后挤 哦你还要把它挤颜色是不是 然后加上豆豆 嗯变成花笑 豆豆我加了豆豆 好不是不是 好好冷静一下 好草莓鲜奶油蛋糕刚刚离开之后 另外一个刚刚在店里排回很久的这一位客人呢 就是布丁咯 你要看是不是 对呀一开始 他现在帮这个草莓鲜奶油蛋糕在打扮的时候 布丁已经在这里 东看看西看看 然后他再看看材料 你看他看的是焦糖 哎云鸦妈妈上次给我们做的布丁很好吃 就是有淋这个焦糖 有一种苦苦的甜甜的成人的感觉 感觉真的很好吃 我好喜欢吃鸡蛋布丁哦 好 羽衣仙女呢 看到鸡蛋布丁一直在这里 赶快去跟他打招呼 羽衣仙女说 啊这位客人 我可以用这些水果还有鲜奶油 为您量身打造非常适合的服装哦 量身打造是什么意思小朋友 奶奶为什么 就是坐着画你外面的人 对外面一直有 哎你观察力很敏锐 外面一直有人偷偷的往里头看 但这个最后才会跟大家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等一下 是不是蛋糕 不是蛋糕不是蛋糕 好总而言之呢 他要帮这个布丁来做打扮咯 好什么叫量身定做 刚刚我问小朋友 小朋友知道什么叫量身定做吗 针你一个人 对就为针对你一个人 为了你来设计的就是量身定做 小心小妹你不要拿 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 我怕你弄坏姐姐的蛋糕了 好继续哦 真的吗 那就交给你吧 这个布丁觉得真的吗 你真的会量身定做帮我弄得很漂亮吗 好的 这边请 他要带他去试衣间了 结果哇 你看 在语衣仙女帮忙打点之下呢 布丁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 法式布丁 原本只是光秃秃的一个焦糖布丁 但是呢 加了水果 加了鲜奶油 还有薄荷叶 去这个装饰打造了一下 就会变成所谓的法式布丁 法国 法式布丁 哇 好多小朋友都说很喜欢吃草莓鲜奶油蛋糕 对啊 鲜奶油蛋糕真的好好吃 我好喜欢吃鲜奶油 哎呦 你看这个布丁哥哥啊 他这他为自己的美色而陶醉了 他说 哦 这是我吗 我怎么会帅成这样 哎呦 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我不喜欢吃蛋糕 你不喜欢吃蛋糕啊 哦好好好 那我们吃里面的 那布丁 他里面有布丁 好 法式布丁呢 迷上了镜子里的自己了 这身衣服我买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超帅的 所以他就买了 好的 谢谢你的会顾 哇 你看 他很快就帮两个客人打扮得漂漂亮亮 哎 这时候进来了两串丸子耶 小朋友 我们习惯的点心啊 可能蛋糕啊 饼干啊 或者是布丁啊 但是日本传统啊 也有其他的点心 日式的点心 像这个是什么 他们是日式丸子 这个作者是日本人 这个作者是日本人 没错 好 接下来来到店里的是日式丸子两兄弟 麻烦帮我们找合适的服装 哇 你看 白色的是原味的 他们要加什么 哦 有可能哦 他们到底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才可以去参加甜蜜欢乐舞会呢 把他后面拿掉给他们 不行啦 这个是羽衣仙女的羽衣也不能拿掉 没问题 羽衣啊 羽毛 羽衣仙女 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羽衣 我的天啊 好 没问题 两位要不要试试这个呢 哇 他要给他们试什么呢 对 这是糯米丸子 一个是原味的 另外一个 这个不知道是 应该不是抹茶 应该是某一种草 对不对 某一种草的丸子 我有在日本吃过 我觉得很好吃 刚开始咬下去的时候 绝对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嚼一嚼嚼一嚼 就变得很好吃了 来我们来看看这边会不会讲 好 你看他们两个呢 哇 各自有不同的服装出现了 哥哥是这个刚原本原味的 他把它淋上了 刚刚小妹说的日式酱油 对不对 砂糖酱油 哥 你变成了黏乎乎的砂糖酱油 帅哥了 那结果呢 哥哥也说弟弟 你才酷呢 你根本就是绵绵蜜蜜蜜的红豆泥型男了 哇 一个是帅哥 一个是型男 不错不错 他们两个到舞会一定可以吸引大家的目光焦点 他们两个分别成为了砂糖酱油丸子 还有红豆泥丸子 对不起啊 我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 我没有确诊 好 你看 门外小妹又发现了 嗯 什么 鲨鱼 是鲨鱼吗 门外又有一个阴影 到底是谁呢 我不晓得啊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呢 哇 他们还有要求 想要砂糖酱油再淋多一点 红豆颗粒再抹多一点 其实不要太多了 太多反而不见得好 我们就是这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结果呢 谢谢两位的会顾 终于呢 把这两位打扮到两位都觉得 他很满意了 就把他们给送出去 结果呢 一回头 鱼仙女啊 哇 看到了 好惊险的事情 你看 鱼仙女冲了过来 怎么回事 过了一会儿呢 有两个细长型的泡芙 走进店里 泡芙除了那种 圆圆的里面 这个有几线进去的泡芙之外 也有这种长长的法式泡芙哦 两个长型的泡芙走进店里了 哎呀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呢 我吃过 你吃过呀 我好像也吃过 这种长条型的泡芙 更容易入口对不对 就嘴巴不用真的 脏得很大 而且那个圆圆泡芙 你好下去 就整个嘴都脏了 这光一枚小泡芙 哦 一枚小泡芙 这种长长的泡芙 你可以用比较优雅的 优雅的方式来吃 它就更美了 他们两个呢 哎呦 自己试穿起来了 这样不好不好 应该要叫 雨衣仙女帮忙的 结果他们想要把这些草莓 带到头上的时候 不行对不对 那边的客人请等一下 千万不要啊 雨衣仙女呢 赶紧出身足迟 他们太软了 对 他们这种泡芙啊 是松松软软的 像蛋糕一样的口感 是不能够带这么这么大颗 又这么硬的草莓的 两位的身体 这么样的柔软娇贵 可承受不了草莓的重量啊 雨衣仙女这么说 真的好惊险啊 一带上去到时候 在人家店里折断怎么办 打119报警 110报警 119叫救护车 是不是要叫救护车来救他们呢 110 就太可怕了发生血案 所以好险赶快阻止他们了 你们不可以用这个啦 大颗草莓来装饰 那要怎么样装饰呢 雨衣仙女啊 同样哦 也有她的专业的判断 巧克力酱 对 巧克力酱 巧克力酱 对 跟草莓酱我们家里都有哦 她说啊 这才是最适合两位的 没有两下子雨衣仙女呢 就让他们分别穿上了不同颜色的巧克力酱哦 哎呀 真的也好轻巧哦 真适合我们 于是这两位 就从细长的泡芙变成了什么 细长的泡芙 哎对他们还是 对他们还是气场的泡芙 但他们有呢 固定的名称了 像这样子 黑头发跟粉头发 不是不是 淋上了 还会白头发 不是不是 白头发是白巧克力 淋上了这种巧克力酱的 我们叫他们闪电泡芙 所以两位呢 现在变成了闪电泡芙了哦 闪电泡芙 嗯 对他们可以彼此放电 因为他们两个很 就是你知道很相配嘛 我们呢就买这个吧 好的谢谢两位的惠顾 哇好开心哦 对呀变成了巧克力 草莓口味的这个白巧克力 和巧克力闪电泡芙 好好好别听了别听了别听了 啊啊好 那之后呢又来了几位客人了 大家呢都仰着说 我要变得更香甜 更美味更体面 你看我觉得这个很好吃耶 在日本的话 我想要吃一点这个 嗯 哦你喜欢用巧克力笔 诶我们好像有买到过一次巧克力笔 对不对 我记得有啊 我们可以在饼干上面画画的 我记得有买过 但是好像我们买到的没有很好吃 哪里有卖巧克力笔啊 如果可以买到巧克力笔 我们就可以自己装饰吐司面包 或是巧克力 呃或是那个饼干 就可以吃起来 全莲有 全莲有巧克力笔 你说的是这个吗 不是不是这个 他说的是这个画图画上面写的巧克力笔耶 真的哦那妈妈一定要去全莲找找看有巧克力笔 好你看栗子蛋糕栗子杯子蛋糕好好吃的感觉哦 我一直很想吃这个到日本我就想要吃一个这种栗子蛋糕 它上面那个栗子啊是甜甜蜜蜜的栗子 它剥面 不是 它是它也是用那个挤奶油花挤出来的 就会有像这样的线条 它这个是栗子的泥 可能加了一点奶油什么的弄出来的 很香甜很好吃哦 在日本吃一定会感觉很道地 好漂亮 对啊好漂亮 还有这个这个也是日本的 呃像是那个麻吉的丸 糯米丸 你看它这个做成红豆啊 这个是撒黄豆粉的也很好吃 饼干呢就用巧克力笔来装饰 哦哦这叫萌布朗 啊我真的没有我的那个粉丝朋友们不行了 好这种栗子的杯子蛋糕叫做萌布朗啦 原来如此 好还有店里有许许多多香甜的服装哦 就这样一件一件的卖出去了 小妹你的最爱 这个 松饼 你看它要淋一些枫糖浆啊 它要加一点牛奶 DIY烘焙方也有巧克力笔 诶说不定我们家楼下就有卖 因为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烘焙方 好还有这个嘞你看你刚不是说要粉红色的吗 你就可以打扮成粉红色的果冻啊小妹好可爱 那这个呢哇好刮俏哦上面有很多很漂亮的装饰 我改成香蕉 香蕉你不要奇异果 是不是你要改成香蕉 紫色的樱桃新鲜的樱桃还有香蕉对不对 都是你喜欢吃的 我喜欢的奶油卷 还有冰淇淋淋了巧克力酱 好我吃这个那这个很花俏发花的还有这个是日式刹冰他们会淋一些糖浆 但我觉得吃起来味道都一样还有这个呢这个也是双麒麟哦 它也是淋了巧克力酱还装饰了很多小花朵感觉好好吃哦 好哇你看一阵忙碌之后你看雨衣仙女好厉害 还把所有的这些甜点通通打扮得更上一层楼了 更美味更好吃更漂亮了 这些漂亮的甜点通通都去参加舞会咯 盛装打扮 它真的是鲨鱼吗 小朋友你们刚刚有没有 刚刚有没有在每一夜有照到门的地方的时候 都像小妹这样有注意到门外啊有一个阴影 你看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阴影对不对 到底是谁这里有阴影 是饼干或是蛋糕吗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呢 嗯好我们来跟小朋友们揭晓好不好 甜蜜欢乐舞会就要开始咯 店里只剩下一点脆脆甜甜的粗糖粒了 哦就只剩下这个粗的砂糖了 哇其他东西它生意超好的 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卖光光了 只剩一些糖浆 哇你看这个巧克力的这个颜料 也通通用光光了 所有的装饰通通全部都卖光了 都挤干了 巧克力比还要一点 还有一咪咪对不对 还有一咪咪了 好甜蜜欢乐舞会就要开始咯 店里只剩下一点脆脆糖糖的 脆脆甜甜的粗糖粒 好了看来今天可以打烊咯 哦羽衣仙女呢原本是这样想的 但是突然之间呢 她往外面一看 看到好像有人在店门口 排回不去 排回就是走过来走过去 想进来想出去 想进来想出去 想进来又不敢进来 哎呦我到底我该怎么办呢 那就叫做排回 排回不去 哎那个人呢好像什么事情 我去看看吧 哇所以呢 哇我尝尝饼 哇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是日式的一种饼干哦 羽衣仙女打开了门 发现站在那里的这个是日本传统的一种甜点 叫做酱油鲜贝 它也是一种点心 小丸子他们常常吃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酱油鲜贝它的表情看起来有一点落寞 仙贝说呢 人家也好想要参加甜蜜欢乐舞会哦 可是我是闲的 他是酱油对不对 我是闲的 根本就没有香甜的服装 适合我们仙贝吧 你看他好沮丧 他好犹豫哦 我的命运怎么这么坎坷呢 他心里想 哎快别这么说了 我这里啊刚好有跟您绝配的服饰哦 哦羽衣仙女根本就是魔术师嘛 而且你看他的店真的好 他有天生的推销店 对对对 他是天生的销售人才对不对 天生的业务高手 好你看他这个漂亮古色古香 他都没有不是歪了啦 就是古色古香的店里 探出了羽衣仙女的头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酱油鲜贝给带进他的店里咯 是的 哇不是没有吃 他一开始呢先烘烤酱油鲜贝 把它烤一烤烤一烤 哇缓缓的烤啊烤之后呢 酱油鲜贝就变得焦焦脆脆的 而且呢就有那个酱油的香味传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趁酱油鲜贝热腾腾的时候呢 再撒上什么 撒上了那些粗糖粒 哗啦啦 哗啦啦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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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撒呀撒呀撒 撒到了这个酱油鲜贝 你看好像变魔法哦 变成了什么呢 哇你看他闪闪发光耶 出糖粒礼服大功告成 酱油鲜贝变成了出糖粒酱油鲜贝了 就变得很闪亮 因为他刚烤一烤身体热热的时候 有一些粘着性 然后就趁那个时候把糖撒上去 就可以粘在他的身上了 这个时候他就会吃起来 不要太热就不会融化 他现在吃起来就是甜甜又咸咸的 很好吃的感觉哦 好这个呢 酱油鲜贝他好开心好满意哦 他说美美美极了 我现在好美哦 哇真的 出糖粒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感觉 让人看了觉得目眩神迷 哦好炫目哦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被闪到不行了 好走吧 我们得赶快前往舞会的现场 真的他终于可以参加舞会了 原本可能就是黑黑的 糊糊的对不对 现在哇 他变得好有自己的特色了 好 当出糖粒酱油鲜贝一出场的时候 哇闪瞎了大家的眼睛啊 大家都觉得好美哦 这有一个那个透视妆的概念 对不对 我都可以看到本人在里面了 所有参加甜蜜花乐舞会的宾客 都看得入迷了 你真的是太美 太美了 哇 你看甜甜圈还跑过来说 请与我共舞 哇 香甜的绅士们都忍不住开口 要邀请出糖粒酱油鲜贝一起跳舞哦 那我是他说的呢 也可以啊 都可以一起跳舞啊 大家都非常想要一亲方子了 大家都觉得酱油鲜贝好美好特别哦 好开心哦 哇 真的 就这样呢 大家甜蜜的跳着舞跳到了深夜哦 就好像那个灰姑娘参加的那个王子的舞会一样 感觉很棒对不对 诶有人不开心耶 12点前一定要回去 对对对 12点前一定要回去 不然就锁门啦 不是啦 不然就变回原形了 不是 说不定他到12点的话就软掉了 对不对 因为鲜贝没有那个 吸收了水分之后就软掉了 就会不好吃了 原本啊 你看这里有一个甜甜圈 他在生气 可能是因为他的男伴 被这个酱油鲜贝吸引走了 所以他不高兴 好了 不要不高兴了啦 大家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哇 你看 欢迎光临我们的好吃服装羽衣屋 在这里呢 闪闪动人的出塘粒礼服为您量身定制哦 从那一天开始 你看 他店里的模特儿原本是放了果冻对不对 还有好几层的蛋糕 现在通通改成了这个出塘粒礼服了 看来出塘粒礼服呢 有引起了一阵那个出塘粒的风潮哦 果然引起了这个流行的潮流啊 感觉好棒哦 好吃的服装店甜蜜欢乐舞会 我们故事说完咯 好 那我们就先跟所有的线上的小朋友们说晚安咯 拜拜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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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去吃蛋糕了 拜拜咯 拜拜咯 下次见咯 拜拜咯 拜拜咯